Good morning 好久不見 中午了現在 你覺得你老婆漂亮嗎 很漂亮 那你老婆要變得更漂亮 你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要更漂亮 沒有人會嫌自己太漂亮 我今天要去做醫美 我今天要去做一個叫做 索夫播的醫美 他就是有點類似 電影播類的就是 打在臉上會讓你的臉緊實的 然後我其實 音樂要關掉我怕他收到音 前三年我就打過音波 效果其實真的非常好 人呢隨著年紀變大 臉皮鬆了之後呢 毛細孔他都會變成水滴型的 然後笑起來 每個水滴連成一條線 就會感覺是細紋 你知道嗎 烹潤度 光澤度都有差 你感覺得出來嗎 我聽不懂 總之呢 反正我就是過了30歲之後 我就會去打音波 去維持我的皮膚的那個緊實度 我希望我可以維持在30歲 非常不幸的告訴你 因為音波是他媽的 我幹痛 連我都受不了 我跟大家說 我縫過雙眼皮 我做過兩次 哎呦怎麼越來越近 我縫過雙眼皮 我做過兩次牙齒矯正 我拔過三 三顆字尺 三顆還是四顆 應該是三顆字尺 那麼多啊 我做過牙齒直牙 然後我還做過上牌的美白貼片 我只要能為了美 我什麼都做過 當然肉毒跟玻尿酸 我也做過 這些都是卡爾不知道的事情 就只有音波是我打完之後 我沒辦法再繼續嘗試的事情 不是為了錢 而是為了因為太痛 而不敢再做的事 聽說這個索夫波 它就是介於海浮跟那種鳳凰電波 跟一般傳統音波的中間的一個新科技 它的效果也是介在海浮跟音波中間 它的疼痛感也是介在這個中間 所以我這次想要去嘗試看看 好的 謝謝 我現在在他們的休息室 我阿嬤還有自己的休息室耶 不錯耶 休息室就是一個這樣小小的空間 還蠻有隱密性的 所以等一下也許敷麻藥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給大家看到自己臭臭的樣子 可能可以要求有休息室 先看看那個 我的臉到底垂不垂啊 我已經幾年啊 應該有三年沒做音波了 目前對於臉部的話 有哪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改善的地方 聽說我這個肉肉 有下垂 介意就是我的臉比較消瘦 我之前打的時候我都很怕就是 它緊實之後 會更好 打電音波之後 有可能會造成 臉的拉體比較明顯 那拉體之後可能 有時候會這邊的確會有一點點輕微的凹陷 所以我們試做的時候 就是避免說你凹陷的地方 我們的能量可能就低一點 然後避免這個地方再加出它凹陷 這真的像手術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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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就是手術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底了? 我剛剛很問你啊 會痛嗎? 感覺好像還好 其實我剛剛蠻心虛的 會痛嗎? 還好喔 太棒了 你就是Tension之人 越來越習慣可以聊天了 可以聊天了嗎? 剛剛一開始不行嗎? 因為剛開始我是預設是完全不會痛 我要來睡覺 會痛 有點痛耶 可是可是真的還是 等一下可以睡一下囉 等一下可以睡一下了 好今天是打完鎖夫波的第二個月 給大家看看 你們覺得如何? 我剛打完的時候其實覺得效果沒有很明顯 但是大概術後一個月回診的時候 因為要拍那個照片紀錄 然後就看術前術後的照片 就發現 喔是有差的喔 我發現我術前的照片看起來有點浮腫浮腫的 感覺就好像皮鬆鬆的 但年紀又沒有到會下垂的地步 所以看起來就是有種鬆鬆的感覺 但是打完感覺就是有比較往內縮了 它好像跟一般的電音波的效果不太一樣 它不是那種拉提 它是緊緻 因為我個人的這個下垂線好像沒有到很不清楚 所以如果要看我的下垂線去看它的效果的話 好像比較困難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是有緊緻的感覺 好像臉又小了一圈的感覺 你們覺得勒? 另外痛感的話呢 我是覺得大概是鳳凰電波的兩成而已 我記得那時候我打鳳凰電波是邊哭邊打 大概打到第三發我就後悔了 打這個索膚波呢 我之後大概前一兩下有嚇到 因為醫生跟護士都一直瘋狂洗腦 我說不痛不痛真的不痛 所以我以為我是去睡覺的 結果打下去發現還是會痛啊 但是它的痛跟電音波不太一樣 電音波它感覺是打到你骨頭去 你知道嗎 感覺你的骨頭到碎掉了 可是索膚波它的感覺比較像是 有人捏著臉的感覺 就這樣捏著 然後你會覺得有痛喔 有喔有喔 但是不會受不了 就這樣 然後你們看到之前的畫面呢 在施打的過程是蠻吵的 因為它有一台 那叫什麼冷風機 它會一直吹你施打的部位 它對於緩解疼痛也非常有效 我不知道它算是 馬上冷卻你就是 有熱能的地方 還是一個移情作用 不是移情作用 轉移目標的作用 反正它就是有一個風一直吹 你感覺就很安心 然後就真的比較不痛 所以到後面我基本上都是可以跟 護士跟醫生邊聊天邊打 總體來說呢 它大概是傳統低音波的痛感兩層 效果也大概是位於中間 就是如果你想要維持你的皮膚的緊實 你還沒有到垂到需要拉體的那種的話 是很推薦索芙波的 但是這個就是要取捨的 如果你真的很怕痛 然後口袋又沒有那麼深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先體驗看索芙波 因為搞不好你的年紀也還沒有到 需要打到 鳳凰電波那種程度 每年的保養 讓皮膚一直維持在緊緻的效果就好了 那這個圓美玄它在台北、桃園、新竹都有分店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找他們諮詢看看 我另外還有體驗他們的冷凍減脂的部分 我去減脂我的肥肚肚 大家都知道我是泡芙阿姨 我雖然看起來瘦瘦的 但是我的肚子 這樣還是可以浮起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個冷凍減脂的效果的話呢 底下留言 下支影片也許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但是也是要看效果啦 因為我過年是吃蠻多的 喜歡我的影片按讚 分享給你想要變美的朋友們 下次見掰掰 方便吃蠻多的 請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看得到 這麼多字幕 請大家分享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